系纸疫苗接种站21号这一天 施打对象是80、81岁的长辈 从入口处量体温失联制之后 就进到体育馆内填资料挂号施打疫苗 因为人潮比起前几天又更少了 所以这一路顺畅都不必等 那今天是我们系纸疫苗接种站的第七天 那这边还是蛮多长者 今天也是有过来打我们的疫苗 那这边还是呼吁的 其实打疫苗可以提高我们本身的保护力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那个长者建议在我们规范的 我们建议的这样一个时段 那可以如果说有空的话 那可以来多打疫苗 疫苗接种第七天 因为陆续传出长辈打完回家后 猝死造成许多老人家都取消打疫苗的念头 也让施打率几乎甜甜下降 星期六日甚至只剩下三成 而星期一施打率更低 连只要轮到里内打疫苗 就会到现场关心的里长 都发现人变少了 基本上就是也是因为新闻的报导 这影响要来接种的比例 真的是降了非常多 所以但是我也希望说 长者还是要勇业出来施打 毕竟力大一弊 其实刚开打之前 长辈他们都很关心 一直希望他能够打到 可是在新闻媒体的一个报导之下 有一些人也是会担心 其实我还是鼓励他们来打 因为其实发生症状的 大部分都是因为身体状况比较差的 比如说洗肾或是卧床的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总是疫情那么严重 还是打得比较安全 这边我们整个疫苗的施打状况 那个我们从第一个阶段 大概平均都超过五成 那当然那个这几天稍微 那个相对比较有降低 但我们还是呼吁了 其实真的打疫苗 那个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对整体的一个这样子的防疫 包括对个人的一个保护力 那个这些都有强化 还是鼓励符合资格的长辈 施打疫苗 对自己多一点保护对抗疫情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